本期话题 肝草的功效与作用禁忌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它的第一个作用 那就是补气 它就是平补 因为肝草的相当于是肝 平补了一个药 偏温 是个补气的药 所以健脾一气 肺脾胜心 你去它都可以补 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药 补气药 第二个肝草具有解毒作用 清热解毒 它也可以主要是解毒 除了抗病毒 抗病原味生物以外 也本身对其他一些化学物质的毒性 它也能解 所以它正因为如此 是好多药性毒也用它来解 所以用肝草用得非常广泛 解毒作用 因为解毒常用 我们讲比如烟筒 烟干 这些也会用肝草 也甚至用它的解毒功能 另外它还有润肺脂咳作用 对肺热咳嗽 或者咳嗽咳痰 也可以用肝草 那么它具有一定的脂咳作用 另外肝草它主要刚才说了 还是具有它调和主要 就是调和药性 它也与它的解毒和调和平补作用有关 因为它对其他药 如果药性偏了 可以加了肝草就偏 还有对国中药 怕药相互抵抗 加了肝草它们就调和了 然后它就不会出现相反 所以肝草的这些作用 综合起来 肝草的作用还是比较多的 肝草的作用 肝草的作用 操作用